好 感謝柱下臣一點很偉大 昨天我第一次有星期日的崇拜 不是在這裡的 在麗芝國 這個是一個開放式的教會 因為我們最主要不是建立這個教會 是建立全香港的不同的地方 帶來復興和去不同的國家 就是一個祝福人的教會 而我在這個教會也不受薪 就是一個純粹祝福的 想得到什麼 所以有些人他們可能有第二個教會 但是他們就來這裡 同時去兩個教會 他們就受訓練 可以發揮出去 我亦給他機會是有發揮的機會 而其實有兩個成績發生 我先講了這個最新的 因為舊那個其實我之前講過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收到在肯亞那裡 因為我都去過那裡兩次 去過那兩次 亦都幫他建立一個聖經學院 這個負責人 今天他傳了一個訊息給我 他的內容就是 他說 我先讀他的英文 讓你聽到他本來的語言 他的意思就是 當他媽媽有時會收到啟示 他說當他媽媽祈禱的時候 他就見到我 在他的異象見到我 而當時見到我 帶了一個很大的會蹤 那就是那個 侍奉是一路擴展 所以我很有心去為你祈禱 我們感謝神 這個一年在肯亞來的訊息 另外 之前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有一個人 他是 就是來過祈禱一兩次的 但是神一直感動他 為了這個事奉獻 而不是 我們不是說我們很想他的錢 而是神感動他 他說他多次都懷疑 是不是神感動 因為他自己想出來的呢 那他跟我說的時候 他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奉獻給你 那他又 他說那一早早 當我們有一早早在幾個 在那裡服侍祈禱的時候 剛好那一早他打來 他就打來 他就說 他那一早早四五小時就醒了 他就很 即是有一種 好像哭哭亂 有些事情要做的感覺 他就看聖天就看到聖天就說到 就是 不要慈言 要建立神的殿 然後 守這個信息很奇妙 他就告訴我 他有三個群體幫助他 我就是其中一個 但是我只是幫他一兩次 他說其實應該正常 就是去奉獻給那兩個群體 但是神又不是敢跟他這樣做 是敢跟他去奉獻給我們 那這個是令到我們可以去請同工 去能夠令我們的工作擴展 因為我很多工作是寫東西 我想能夠將這個文件 給我教導傳開 就是我自己本身 我可以帶領你們做一些外展 但是我不能夠整個族 所以有同工的時候 是非常好的 那我感謝神 神的認可 神的祝福 所以當我們收到這個奉獻 當時他給的奉獻 真的很大 我們就說一定要開 神就給我們 我已經放了在Facebook 我沒有放過那些相 不過就放了我們 做了一個耳拉架 有一個耳拉架 神給Shirley設計得很漂亮 我們感謝主 而我們的目的 不是要怎麼一個教會 而是祝福更多人 興起更多人 同樣你們都是 你看到神的工作 其實你不要說我不行 你一定可以的 你有信心就一定可以的 當你覺得你不行 你就會不行 但是你說神可以 不是我可以 這樣的時候 你就可以做更大的事了 多謝主 永耀歸比主 阿藍